大家好,为什么饭店里做出来的龙虾尾那么好吃? 原来方法在这里,按照我们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龙虾尾,麻辣鲜香入味,不腥不腆 下面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买了一斤素冻龙虾尾,花了16块钱 已经把冻全部刮开了,也全部洗干净了 想要龙虾尾做出来,好吃后味不腥,我们先把它腌制一下 先倒入半瓶盘,8年的高度白酒,放入白酒既去腥又增香 提前泡好的葱姜水倒进来,放入一勺食物盐,用筷子把它焯拌均匀 放一盘腌制10分钟,接下来准备点小料,搭上一把,把它拍水 改刀把它切成散泡,蒸姜最后把它切成散泡 葱本把它切成葱花,切好装片备用 准备几个线椒洗干净,斜刀把它切成碎,切好放入碗中备用 先准备半个洋葱,先把它切成宽调 最后把它切成小丁,切好把辣椒放在一起 接下来勾入姜水,放入葱姜,把龙虾放进来焯水 烧开之后,用勺子把上面的浮沫撇干净 酥磨片干净,大概焯水一分钟左右,用漏炒把它捞出,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的小料油,花椒,葱,香菜,洋葱,来熬个调油 另起锅倒入豆油少许,把小料放进来,炒出香味 小料炒至微发黄,炒出香味,这时候把它捞出 然后再把姜末,蒜末放进来,再次炒出炒面的香味 炒香之后,放入一勺红油豆白酱,翻炒均匀,炒出红油 这时候把龙虾尾放进来,再次炒拌均匀 再来调味,生抽适量,蚝油适量,胡椒粉适量,少许的白糖提鲜 适量的味精,再次炒拌均匀 再往里面倒入150毫升喜酒 开小火炖一分钟,激发出虾尾的香味 把里面的汤汁收至粘稠,这样做扯的虾尾,入味又好吃 炖了一分钟,里面的汤汁收至的非常的粘稠 最后,把线椒和洋葱放进来,继续翻炒均匀 炒至断生,美味鸡腾 出锅之前,放入芝麻香油,增加这道菜的口感 翻炒均匀,开始出锅 一道非常好吃的爆炒龙虾尾就做好了 将近的客人做上一份这样的龙虾尾 客人吃了都夸饭 最后上面再撒出性感的香菜,点净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红亮又雷,看着又粉又食欲 我现在去大家尝一下 哇,露口麻辣鲜香,里面的露汁鲜泥不味不腥 一口一个吃的非常的解碳 而且这个虾尾像紧坍坍坍坍一样,在吃的时候非常的好取出来 好了,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记得关注留言转发出去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